这一讲我要带你去德农馆一层的702号房间 去看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 据说在卢浮宫里 除了三宝之外 人气最高的就是这幅画了 它就是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画面见证的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便是1804年 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大礼 围绕着这幅画 我也想跟你聊一聊 和法国有关的平等这个关键词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这幅画 长近10米 高6米多 可是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了 画里有近150号人 每一个人都被画得栩栩如深 在这幅画里 大到气势辉红的圣母院殿堂 小到人物披风上的绒毛 可以说是无一处不精致 顺着画家给出的光线 你的目光首先就会被画面中心的拿破仑所吸引住 他高举着皇冠 正要为皇后约瑟芬加冕 这两个人都穿着极其华丽的衣服 在阳光下溢溢生辉 一般人站在这幅60平米的画作面前 都会感到非常的震撼 但我想说 他终究只能算是一幅小画 而我要带你去看的 是他背后的那幅历史大画卷 在那幅大画里 拿破仑不是永恒的英雄 他头上的皇冠也戴不了多久 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 从那以后 整个法国就一直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 一直到1870年的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法国社会才逐渐的稳定下来 这中间经历了长达80年的混乱 而拿破仑就是在这期间登场的 这幅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所描绘的 就是他脱下军服 披上加冕长袍 戴上皇冠的那一刻 在那一刻 拿破仑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现在我就来带你仔细看看 拿破仑的宫廷画家 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圣首 亚克路易大卫 是怎样去描绘这个时刻的 首先 大卫用他一流的写实画工 为我们还原了 那个盛大辉煌的加冕场景 这也正是拿破仑想要的 因为他想让自己加冕的那一刻 成为永恒 想让所有的人都真实地感受到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帝王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这幅画 在尺寸上 是卢浮公第二大的画作 大卫把它画那么大 是想往里面放下150来号人 他们都是当天来参加加冕里的人 有各个国家的贵族 大使 还有拿破仑的亲人 我不得不承认 这幅画真的是 新古典主义画派里的真品 要知道这个画派 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实 而大卫将这一点 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 你看画里的每一个人 脸上的表情都一清二楚 同时 大卫还仔细描绘了 巴黎圣母院的内部装饰 他还特意在背景里 加上了绿色的帷幕 让加冕里又多了一丝 宫廷式的戏剧感 在整幅画里 大卫所描绘的最为经典的人物 就是拿破仑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 注意拿破仑身上的细节 大卫所呈现的是拿破仑的侧面 他头上戴着黄金 与钻石打造的桂冠 身上穿着金色香边的 白色天鹅绒上衣 外面还披着一件红色的披风 上面绣着老鹰的图案 注意啊 桂冠和老鹰 这两个符号 在古罗马时期 就是帝王的象征 大卫这样去描绘拿破仑 难道只是为了 在艺术上复古吗 这样说的确也没错 因为新古典主义画派 除了写实 另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复古 但大卫这样画的真正意图 在我看来 还是因为拿破仑 对古罗马的热爱 他一直希望 能在法国这片土地上 建造一个像古罗马 一样伟大的帝国 这一点 你从他在巴黎所建的 大量的防古罗马的建筑上 就能看得出来 比方说凯旋门 大卫作为拿破仑的宫廷画家 对老板的心思 自然是了如指掌的 为了美化拿破仑的帝王形象 凸显他的至高权力 大卫甚至不惜作假 所以在这幅画里 有好几处都是虚构的 这第一个虚构点 就是拿破仑的加冕场景 一般皇帝加冕 都是乖乖地跪在教皇面前 等他为你戴上皇冠 但拿破仑倒好 他是直接走到祭坛前 拿起皇冠 自己为自己戴上 这相当于 拿破仑他自己为自己加冕了 大卫原本画了 这个场景的草图 但后来又删掉了 估计是怕画出来 舆论压力会吃不消 这幅草图 我为你放在了文稿区 你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后来大卫所画的 也就是留存下来的这幅画 是已经加冕完的拿破仑 正特别威风地 为皇后约瑟芬加冕 不得不说 大卫真的是个老滑头 这样一来 就能完美地避开 拿破仑为自己加冕的 尴尬一幕了 这第二个虚构点 就是教皇的态度 加冕那天 教皇其实快气爆炸了 你想想看 按照传统 皇帝是要跑到罗马去加冕的 拿破仑直接把教皇 拽到巴厘来也就算了 要命的是 他还自己为自己加冕了 教皇能不崩溃吗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板着脸呆坐在那里 大卫原来就是这样画教皇的 但拿破仑看完初稿以后就说 我好不容易把教皇弄到巴厘来 总要让他有点用啊 言外之意嘛 就是说在我的加冕里上 怎么能够有人闹小情绪呢 更何况那人还是教皇 他代表的可是整个天主教啊 大卫那个人精 听完以后 马上就把教皇的模样改了 让他的嘴角上扬 一副微微笑的表情 还把他的右手摆出了一个 赐福的姿势 表明他心底里 百分之百的祝福这场价面 可以这样说 统治了欧洲几百年的 军权神兽思想 在这里是做了暧昧处理的 拿破仑虽然觉得自己的权力 都是靠南征北战打下来的 和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也并不想放弃 来自宗教神权的加持 这第三个虚构点 就是皇室的形象了 因为光有拿破仑拉风是不够的 他妈妈和他老婆 也必须要显示出皇家的气度 皇后的问题在于他的年纪 要知道约瑟芬可比拿破仑大六岁 而且在加冕的时候 他都已经当外婆了 但大卫笔下的约瑟芬 脸上可是一丝皱纹都没有的 他的头发整个向上盘起 鼻子挺拔 嘴角微微盛扬 真的是好标志的一个美人 他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静静地等待着拿破仑为他加冕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 这幅画里 皇后约瑟芬戴着的耳环 现在就放在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里 你还能顺便去欣赏下真品 至于拿破仑的老妈 是因为和儿子吵架了 那天根本就没有出席加冕你 但帝王无家事 不管发生什么 皇室的形象必须圆满 所以大卫还是把他老人家 画在了贵宾席上 乐呵呵地坐在那边 这幅画 拿破仑看完以后喜欢的不得了 对大卫赞赏有加 但画里的这个帝王形象 处处体现着皇权和尊严 甚至还虚构了神权加持 这跟革命中被砍头的国王路易十六 又有什么区别呢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 原本是为了终结国王和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 从此迈向一个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 其中一个重要的革命成果 就是拿破仑法典 有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 这部法典牢牢树立了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 给法国带来了法律和司法上的同意 所以我认为 比起加冕里 这才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话卷 然而也恰恰是拿破仑本人放弃了他曾经树立的对革命 对平等的信念 这个加冕大理就是他背叛自己理想的转折时刻 当然话里如日中天的拿破仑 无论怎样也想不到十一年以后的结局 他遭遇了滑铁炉 一手建立的帝国灰飞烟灭 而他自己也被流放到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 七年之后他就在岛上去世了 拿破仑幻想着效仿古罗马的帝王乌大为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和乌大为差了1800年 虽然拿破仑他战功赫赫 但当时的法国已经经历了15年的革命 走到这个历史时刻 旧的极权制度是不可能再成立了 在思想上 法国已经受到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冲击 经济上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夺权 受剥削的农民想要拥有土地 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革命洗礼之后 那些加冕服 皇冠 在人们心中已经没有什么权威性了 你想啊 连国王和贵族都能被他们赶上断头台 很显然那个时候 平等才是大势所趋 再豪华的加冕礼 也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春梦 好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就讲到这里了 我来稍微总结一下 首先这一讲 我们聊到了平等这个关键词 而这幅关于拿破仑加冕大理的名画 刚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 拿破仑称帝的时候 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展了15年 平等的思想在迅速地传播着 旧的极权制度 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了 而且不光是在法国 整个欧洲都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这个加冕大理 却让拿破仑的革命英雄形象完全崩塌了 所以即便这幅画再光彩夺目 却也没有办法掩盖 拿破仑他那惨淡的结局 第二 拿破仑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 让大卫为他画了这幅加冕大理 而大卫为了凸显拿破仑至高无上的帝王形象 在画里虚构和美化了很多情节 所以这并非是一幅完全写实的画作 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它有的确是一件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精品 我可以成为一个复杂的帝王图 你们可以在一起 你有一大卫的帝王图 它对中国的帝王图 这并非一样的帝王图 我们可以奏使用 那种帝王图